祝福家庭十口们大家好 这里是为您传达天一国充满希望之消息的 孝勤全球新闻 郑父母正为了天一国安卓 与神统一韩国 神统一世界而奋斗 WCLC世界圣职者协议会成立一周年纪念 郑母亲去到美国 主管神统一世界安卓世界圣职者 希望前进大会 以设理的长子国家美国为中心 为了神统一世界 全世界神职人员决议要团结一致 本周孝勤全球新闻 将介绍WCLC创立一周年纪念 为神统一世界安卓的世界圣职者 希望前进大会 和世界宣教现场的消息 WCLC创立一周年纪念 神统一世界安卓世界圣职者 希望前进大会 将于杨历2020年12月6日韩国时间上午8点举行 去年在天宙信加南40日世界巡回路程中最后的结石 全世界神职人员在美国齐聚一堂 创立了世界圣职者协议会 WCLC 神职人员在美国齐聚一堂 神职人员在美国共同上的世界地上 解放一半 WCLC 神职人员在美国中的领化 神基地中的领化 创立了世界圣职人员在美国中的领化 神职人员在美国中的领化 自创立以来,2020世界圣职者协议会大会已在2020世界峰会会场上举行 之后因新冠肺炎大流行,一起参加了临街处线上100万希望前进大会 为天父母的梦想,人类的愿望,神统一世界的安卓,凝聚金城 继第三届100万希望前进大会后,WCLC创立一周年纪念 神统一世界安卓世界圣职者希望前进大会将通过Peacelink Live直播 越过因新冠肺炎而被封锁的国家之墙 以及因战争和恐怖而蔓延的宗教之墙来治愈世界 在天父母之下,为了建立天下一家的世界 此次希望前进大会,预计将由四个部分组成的会议一起进行 希望石口们多多关心和参与 接下来传达在世界性新冠肺炎扩散当中 为了神统一世界,全世界宣教现场的消息 为了纪念韩战70周年的第三届神统一世界安卓希望前进大会 同时在全世界各地进行了各种活动 神韩国第五地区沁北教区举行了纪念韩战70周年 邀请参战勇士特别午宴 同时有六个机构也在沁北举行了成立仪式 625参战勇士及地区领袖 一起通过Peace Link收看了希望前进大会 与世界领袖的演说和真母亲的圣言之后 向参战勇士们献花和赠送礼物 表达了谢意 接着大家一起手拉手与小天使们合唱 期望和平统一神统一世界安卓 伊索比亚UPF为纪念韩战70周年 与参战勇士们一起举行了纪念活动 UPF副议长塔吉·马哈德 表达对参战勇士牺牲的感激之情 并传达了真父母的特别捐款 他们准备出版包含韩战参战历史的书籍 因得到真父母的支持而高兴 参战勇士们回顾了70年前的历史 并感谢真父母仍记得此事 哥伦比亚也举行了韩战70周年纪念仪式 在参战勇士和家人和平大使 共同参与此次活动中 韩战时期为解放韩国而牺牲的参战勇士 被任命为和平大使 表达了谢意 参战勇士们回忆说 想起小天使的访问 小天使们的歌声和舞蹈 让他们感受到幸福 另外在哥伦比亚国会议事堂众议院议会 授予哥伦比亚UPF 为国家和民主主义立功团体的国家最高勋章 通过这次获奖 UPF任命不同政党和议事形态阵营的 参众两院议员为和平大使 得到人权和宗教自由拥护者的认可 并在国会搭建起和解的平台 同时获得和平大使们的协助 为哥伦比亚扩大天一国安卓 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曾母亲重新编制地区编后 省南美UPF举办了第一届线上研讨会 为纪念韩战70周年 线上研讨会以共生共荣共义的韩国统一 和世界和平为主题 通过视讯软体有520人参加 经由YouTube YSP频道有340人参加 共860人出席研讨会盛况空前 厄瓜多尔前总统等政治宗教领袖们 回顾了战争和分裂的历史 并传达了要开启反省和解与统一的时代 决议为了神统一世界安卓尔一起努力 科特迪瓦UPF从1996年开始举行的 国家和平之日纪念式 有200多人参加 体育部长官秘书市长 宗教指导者 政治指导者参加了此次活动 听了真父母的和平思想讲义 祈愿和平 并向孕妇与母亲们提供了各种食品 冤母平爱奖学院举办了2020HJPA孝勤营 以追求把朝所憧憬的孝勤梦想奔跑吧为主题 480多名新闻大学的校勤和平学院讲学生 通过网路参加了校勤营 为了实现各自的梦想 进行了各领域的项目指导 讲学生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梦想 将自己的梦想和天父母的梦想保持一致 度过了一同分享实现梦想过程之 意义深远的时光 文言和前理事长通过Talk to you时间 向学生们传达了真诚的鼓励和担忧 并分享了真父母的爱 校勤世界和平财团 虽然因新冠肺炎的扩散而面临困境 但是为了讲学生们顺利进行学业 正在竭尽全力 同时中学生导师、大学生导师、学生家长 共同参与了第三次指导讲学生送煤炭服务 一起度过了分享温暖爱的宝贵时间 菲律宾最近因三次台风的侵袭 而遭受全国性灾难 数千个家庭正处于困难之中 因此菲律宾家庭联合会 和所有机构与地区指导者一起进行了志工服务 志工者们传达了真父母爱和希望的信息 向四百多名灾民赠送旧助品 举行圣人祝福家庭与宗教和谐出版纪念会 讲述通过真父母成为圣人祝福家庭的生涯业绩和祝福价值 当天神韩国共同会长黄甫国 祝贺圣人家庭的地位 通过真父母的祝福更深入地确立 金云太会长和石俊浩会长 希望这次的出版纪念会能成为宗教兼和解与人类和平的契机 今后圣人祝福家庭会决意为实现真父母所盼望的天父母之下 人类一家的理想展开祝福运动和各种活动 上比亚家庭联合会在天保修炼院非洲分院举行了第四地区21天修炼会 有上比亚神棕迷活动地区的38名青年参加并预备祝福 大陆主管40日修炼会进行培养青年宣教师的原理讲义和各种教育 修炼生们为了继承真父母的传统 进行了三天进食并充满恩惠的结束修炼会 为了胜利2027愿景 神韩国第二大陆地区举行了神统一世界安卓的会长团就任式及幕会者大会 为成为实际完成真父母所赐予的43家庭之收割果实的天一国指导者 于作为出征室所举办的本次大会上进行了会长团就任式 并通过政策发表和战略发表 决议所有公职者合一完成所赋予的使命 度过了意义深远的时光 为胜利2027愿景以新体制出发的神日本家庭联合会 在五个地区和台湾特别地区举行了出发式 在各地区出发式上 田中副广会长强调为了成就旨意 与天所树立的中心合一非常重要 神日本大陆会长方向义表示 因真父母家庭的胜利 扩大了世界性基盘 并嘱咐大家要带着主人一世一起前进 神日本所有石口们确信以地区会长为中心合一时 临界将会动工 并向上天承诺在一百天内取得巨大时机 全体石口向着天保家庭胜利迈出了新的步伐 神亚太地区举行了欢迎大陆会长 德米安·邓克利的礼拜 为胜利2027愿景进行了出发仪式 泰国中心指导者会见了泰国南部的14个州的各州长 介绍了家庭联合会 世界和平青年学生联合会 和世界和平妇女会的计划 所有指导者不仅承诺要参加家庭联合会的真家庭运动 还承诺要积极支持和平运动 泰国家庭联合会决议到2027年为止 努力复归三分之一的国民 为校勤世界和平财团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文研俄理事长 和尤康特事务总长离任 金喜炳理事长就任 新上任的金喜炳理事长 此前历任先文大学副校长 最近作为校勤学术院院长 在学术领域做出了很多贡献 此次兼任本财团理事长 期待能为未来人才培养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WCLC创立一周年纪念 神统一世界安卓世界圣职者希望前进大会 将于2020年12月6日韩国时间上午8点举行 希望前进大会的现场直播是多功能平台 通过PeaceLink连线 注册会员后可收看 为确保收看顺利 请提前登入 大会开始后 将通过点击赞助 建立和平基金 希望为世界各地经历无数痛苦的弱势族群募捐 本周校勤全球新闻到此结束 今天也感谢大家的一同陪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